歡迎收看教育家KK校長室 今次來到直資中學系列 我們跟隨直資議會主席Dion 來到港青基信書院和盧校長聊天 兩位Hello Hello 大家好 這間學校比較有意思 我相信Dion很熟悉 但在談及兩位的議員前 一定要問Dion 為何帶我們來這間 我們每一間直資學校都很有特色 港青基信書院最大特色 大家都可能有機會聽過 就是善用直資的誕成 當然除了我們照顧本地學生 也收了很多非華語的學生 也可以說在我們直資學校 數一數二比較早開辦國際課程的學校 重點重要的是 我經常跟人說在山卡拉的地方 甚麼叫山卡拉呢 我交給學長和大家分享 山卡拉就是我們在山明水秀的東涌 在尼島區有一間中學 為何最開手我說Dion一定很熟悉這間學校呢 因為已經在這裡工作了超過15年的時間 你回來這間學校 好像回家一樣 剛才在這裡工作了十七年的時間 怎樣在一採目 或者每位同事 或者每個角落也好 都一定有畫多畫少的回憶 所以其實回到以前工作的地方 見到共事的同事 都一定有份親切感 有份開心的地方 所以剛才你們在開幕之前 大家聊天 我就真的離開了 因為學校的地方很熟 你看到其他學校 我不會真的離開了 就看看會否可以見回一些的同事 因為始終我們錄影時間 他們上課 或者是放假 他們未必見到他們 有時候見到一些就很開心 所以回來是一個回家的感覺 我知道這裡雖然是直資的一間學校 但其實無論我進來 還是我去了解學生 老師 不同的種族 人群的組成 其實都很像一間國際學校 剛才在拍攝之前和羅夏長有聊天 原來這裡已經有40%的老師的比例 其實是外國人 也有70%的學生是外國人 無論是Dion的眼光 還是在羅夏長的眼光 其實都是由開校的時候 已經和這間學校一起成長 到現在就已經有這樣的學生的比例 但最初剛才開辦這個學校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對 一開始的時候 2003年的時候 其實主要是多本地的學生為主 那時候我們有中一 中五 以及一些中四的學生 因為2003年的時候 還有一些中四的學生 可能未必還可以在原校升讀上去 他們都需要找其他學校 八學團體也看到有這個需要 用一個second chance的形式 開啟這間學校 最初我們所有的學生都是本地學生 只有七個人 從那個年代到現在 已經超過了20年的歷史的學校 為什麼後面會有一個不同的學生 和教學的職員組成呢 我想都是和我們學校的地理位置有關 因為我們在東沖 其實都比較接近玉景灣 亦都很接近機場 其實我們在2009年和2010年中間 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轉變 因為在東沖區來說 我們都是一個屬於比較特有的 真的一個全英語的學習環境 我們都相信在那段時間 差不多一些外籍的家庭 他們的小朋友 差不多要升讀中學了 他們都要找一間全英語的中學 變成了在2009年和2010年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有明顯的轉變 就是本身有比較多本地的學生 就多了很多不同國籍非華語的學生 來就讀我們的學校 因為他們的家長可能都是在機場工作 或者在玉景灣那些地方 他們的外籍家庭背景的長大 他們都需要找一些學校 可以提供他們的學習上的需要 剛才你開手的時候 主席也都提到 這裡是一個很有直資學校的特色的一間學校 剛才聽了盧校長介紹 無論我們的時間事上發展 或者我們在地段上的一個特殊性 其他譬如教學 譬如資源上 甚至在校舍的建設上 為何會這樣說很有直資的特色 我們除了在高中有國際課程 英國的A-level之外 也都在初中的課程 我理解都加入了很多校本的元素 讓學生除了涉獵本地課程之外 亦都有一些外國的一些學習背景 在加入裡面 在人士聘請 他們有40%左右的老師 在來自世界各地 我相信除了國際學校之外 在香港也很難比美到這個數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學校覺得有這麼需要 有這麼多外籍學生 可能有這麼多外籍老師 大家都是互相去補足 這個在一般的本地學校比較少 因為大家都記得 如果大家在本地土生土長大 都知道香港的學校 可能只有一個 最多兩位的Netteachers 這些就只是主要教英文 或者是英語繪畫為主 但是來到港式基準書院 這40%的老師 其實我理解上 就不只是教英文了 我想除了中文中士之外 講到財務或者財政 有很多我覺得是比較良好的設施 而這個設施 正正也都是配合到這個學校 那個剛才校長說 山寧水秀的東中環境 這裡也是善用財政資源的重點 第四點就是剛才大家開售都說了 我們修生的彈性 除了本地學生 有外地來的學生 外地來的學生 我們都可以分兩種 有些可能在本地土生土長 外國的外籍學生 有些可能在外國直接入口的外籍學生 都有 我想這幾年更多的就是我們內地的學生 這幾方面我想正正這四個大方向 都體現到港式基準書 為何可以發揮到直資的特色 所以主席對這間學校的發展 是很熟悉的原因的了 但是剛才在主席說的這個框架上 有這麼多的大方向是有這個特色 但回來我們又想聽學校長介紹一下 譬如今年的課程也好 或者是我們學生 現在已經有70%的比例是外國人也好 這些變化 中間譬如在無論我們的課程 我們的活動 是怎樣可以令到不同背景的學生 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 都可以好好地融入 而且可以好好地學習呢 因為我們學校都是主張全人教育 所以除了讀書之外 亦都舉辦了很多不同的課外活動 以及一些校外的體驗生活和活動給他們 在課程上 除了我們有本地課程 HKDXC之外 我們就有這個國際課程 而我們選擇的國際課程 就是GCEA level 所以其實都是根據學生的需要 或者將來的升學途徑 或者他的打算 去選擇一個課程 在課活動方面 因為我們的學生 真的很喜歡不同的活動 他們真的都很有運動細胞 都很活躍 所以在不同的運動類型 他們都可以發揮 除了運動之外 我們還有在喜劇、藝術、畫劇 都有不同的平台給他們發展 正正配合了他們的多元文化和背景 讓他們有不同的平台 展示他們不同的興趣和能力 在交談的時候 我發現兩位都是面孔很年輕 但其實在教育上已經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甚至是在不同的執教 或者做校長的一些學校 已經在建立一些想做的教學模式 例如全人教育這些大的方向 在剛才我們開始拍攝的時候 我和盧校長聊天 說到盧校長自己本身出身 都不是類似這樣的英文背景 或者是國際的教師團隊也好 或者是學生組成也好 的學校出身 其實都是本地的學校出身 又如何可以影響著你現在來到這裡 因為其實這個轉變很大 亦都要有很多不同文化的教育 其實是一個挑戰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比較傳統的 本地的中學到長大 小時候的學習模式 都是真是拼搏的 真是老師說 但是當然小時候也都 我小時候都比較乖一點 簡單來說其實都是一個書帶子 我就會都會想 真的很簡單的 理念就是我想讀好書升大學 但是這一種的教學模式 對我來說 我就會覺得比較沉悶一點 我覺得好像在一個框架裡面 常常都會幻想 怎樣可以學習得開心點 有興趣點 成長的過程 我都認識了不同的朋友 那些朋友也都是不同的國家去長大 當我們聊天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在西方教育的模式 和在香港的學習模式 其實是很不同的 我就很希望在我的教育的機會層面 就可以帶出這件事 如何配合不同地方的教育文化和特色 令到學生真的很開心 覺得學習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而不是一個為了要交功課 而不是為了要考試的 因為在傳統的環境長大 真的會覺得要考試要讀書 但是其實我不會覺得讀書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有一時有時間的話 我就希望去玩去嘗試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怎樣去把這些東西結合在一起呢 當然傳統也有傳統的優勢 或者有培養不同的品格 但是我希望是多元的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怕沉悶的人 來到這裏 在這裏落腳了超過20年 無論是Dior 我現在回到這間學校 也超過15年的時間 這個這麼長的時間 絕對不是一個怕沉悶的人 可以留在這裏這麼久的時間 因爲什麼元素 令到你又住在這裏這麼久呢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神在我身上的奇跡 因爲我剛才也分享過 我是一個很怕沉悶的人 但是當來到這間學校 當然這間學校因爲學校不斷的發展 不同的慢慢的改變 令到我也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去接觸很多不同的事物 由一個很本地的中學 去到一個很國際化的一間中學 亦都可以體驗到不同的文化的同事 他們的工作模式 或者他們的交際的習慣 和他們的教育模式 亦都很不同 那這一種的刺激 這一種的新思維 這一種的新的際遇 是令到我不斷想去學習 那當然在成長的過程裏 亦都很多不同前人的校長給的機會 亦都可以嘗試一下不同的工作崗位 每次想有轉變的時候 亦都會有一些新的轉變 可以帶到我身上 令到我可以不斷扭低 繼續嘗試有什麼新的元素 可以帶給這間學校 平時跟隨著Dion 去不同的學校 無論是Dion本人 或者我們去到其他學校的校長 我都會問完他們的成長經歷 嘗試去找無論是他們成長 例如學習的時候 以往工作的時候 帶給他們的一些東西 如何變成現在他們的養分 再回到他們的教育 去執教的學校 另一個就是宗教的元素 如何影響著他們 但回到這裡 我一定要問一問盧校長 因為過往我們認識的校長 基本上都是有孩子的 所以他無論是用父母的角色去看 還是用老師的角色去看 但盧校長你自己有沒有小朋友? 我有870個孩子 更好一點 放了學之後 又有家長可以照顧這班孩子 我希望這870多個孩子 或者將來更多的孩子 在港青基信書院讀完書之後 成為一個正直有為的年輕人 讀書知識固然重要 但我覺得讀書知識 也不是人生的全部 反而在中學階段 如何去了解自己 認識自己 肯定自己的才能 將來在自己的 passion 在各方面去追求 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因為我覺得現在 其實學習知識 是有很多種途徑的 也不是單一的途徑 就是為之去成功 而成功的 如何去理定成功呢? 是否除了金錢 地位 權力之外 有沒有其他東西去理定成功 或者是開心呢? 你現在看到這個世代 我們會說很多 好感受 說很多心思 其實社會已經進步到 另一個位置 就是我不會只用一個 單一的 地位去界定 什麼叫做成功 但反而無論科技 如何轉變 社會如何發達 這個世界 我們都要如何學習 如何跟不同的人相處 我們也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反而在這個群體的生活中 我們如何用人與人之間的 互相尊重 互相關懷 互相關心 我們不能說到這麼偉大 我們大部分人都不能做一個偉大的人 但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圍著一個偉大的心 去做好每件的小事 由自己影響身邊的人 身邊的朋友 將來甚至自己的家庭 和家庭再影響這些學生 剛才說到 其實和人相處是一個很關鍵 也很重要的技能 我想尤其中學的生涯 是一個很大的練習的機會 這裡就有超過40個國家的 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學生 但是回到 譬如主席在外面不同的學校 或者現在在整個香港教育環境 我們不僅是外國和本地的人 甚至是譬如香港本地的學生 和譬如內地的學生都會有一些文化的差異 這個差異可能是一個挑戰 但是亦都會是一個機會 就讓這一代的學生有更多的鍛鍊 但譬如我又想問回主席 在你的視覺中 你覺得現在這些差異 帶給未來這一班二一中學生 他們可以有些甚麼的特徴 當然你說每一個國家 或者每一個地方成長的小朋友 有他們的教育 有他們的宗教 有他們的文化 會影響到他們的成長 但是亦都不代表 他們帶著不同的元素 或者不同的經驗 來到香港 或者和大家生活 是一定有衝突的 因為大家都是 這個世界都是這樣說 老校長說 我們這個世界是尊重 說包容 是不是說和而不同 究竟我們怎樣能夠 可以透過教育 是做一個很好的起始點 讓我們香港的學生 香港的學生 就不僅是我們香港長大的中國人 我們亦都說在香港受教育的年輕人 這班的香港學生 正正就是接受我們尊重 和而不同的大議題 或者這個大特質 相信在未來年輕人 會更加多的時間去鍛鍊 亦都會更加練習得好這個技能 回到港聲機訊 其實我也聽到校長說 在這裏有很多細微的事情 都可以體現到這種為不同 不單止是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宗教 甚至可能不同的孩子的特色 都可以體現到包容 因為學生之間 其實這一種的包容性 其實不是很… 有時不是直接言語說出來 是在他們的行為 在他們的待人致命態度 呈現出來的 當然不同國籍的學生 有時去到小式的時候 都會找回類似自己國籍的同學一起玩 但是你見到他們有些團體活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會互相支持 為大家去打氣、加油 或者有時見到一些不同的學生 可能一些情緒上有些波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自然就會大概知道 怎樣可能會給大家一個冷靜的時間 或者是默默地站在一旁 等其同學的情緒再恢復 再關心一下他們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很美麗的事件 因為這種的包容和尊重 有時不是一個書本上的知識 我教你 你今天要懂得尊重其他人 你今天要去包容其他人 而是要透過不同的觀測 不同的了解 以及真的要透過人與別人之間相處 去建立了這個信心和包容心 我們走入校園去見到 學校平時學習的環境 校長的一個個人的一些特點 怎樣去領導 怎樣去經營一間學校 而給予更多不同的視覺 給家長們去了解 亦都希望這些資訊 可以幫助家長們在選擇學校的時候 其實不單止是所謂的成績如何 活動如何 希望可以選擇一個比較適合 他們自己的小朋友特點的學校 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多的選擇 今天感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 來到港青基順書院的第一個感覺 正如校長所說 非常山明水秀 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 其實附近有很多山 有很多草木 綠化系做得非常好 很親近大自然 而跟盧校長的接觸 我亦非常感受到 他是一個不喜歡一成不變的人 在這裡從事超過二十年的工作 亦都好將不同的教育改變 不同的新的理念 注入了在這裡 所以即使時間是非常長的 但也感受到 其實在這二十年當中 其實是帶領著學校不停發展 是一間非常有活力的學校